我家里也养了狗狗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我不禁就怀疑了 它是不是正在家里看《非诚幽默》呢 看完记得把电源关了 别浪费电 狗狗是很有灵性的动物 它们嗅觉灵敏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据我观察 每次我包里买了零食的时候 它看我那个眼神都不一样了 嘴弯弯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 你不给我吃点 你良心就不会痛呢 不容易 养活自己都够难了 还要养狗 真怀念自己是个宝宝的时候 下面这位宝宝 你呀就别急着长大了 长大 真没你想的那么好用 孩子的爷爷奶奶说 想看看孩子成熟的一面 我们当爹妈的 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成熟 为了拍张照片 你们把我吊在这里 你们就成熟吗 虽然我年纪小 但我也算见过世面了 钢管无什么的 在我这里都是小菜一碟 现在就给你们表演一下 姿势我给满分 但如果地铁还在运行 那么安全意识我给零分 也顺便给你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跟孩子待在一起的 才需要注意安全 每次家里狗狗被孩子抱住 就会一脸可怜的表情向我求救 主人快点把我带走 我带在他怀里 我感觉很不自由 说实话 我是宁愿待在这里 也不愿意待在小孩的身边 那傻伤力简直是惊人 汪财 你就没闻到什么异味吗 能有我委屈 主人 你是啥意思 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家里已经有个我了 为什么还要再带一个回来 是不是不爱我了 旺财 你有没有发现 他根本就不出声啊 因为他是气球 气球